在東澳媒體中心餐廳裡 這份看上去很像快餐店的菜單上 一份金槍魚的三明治要88元人民幣 一份炒米飯68元人民幣 而茅台酒的價格更是飆到7880元 遠遠高出市場價數倍 不僅如此 點一份餐還要另加20%的服務費 有網友驚嘆 一瓶屈塵式蘇打水要58元 隨後直接用中文飆出髒話 還有眼尖的海外網友發現 這份菜單中 300毫升的青島啤酒 比500毫升的朝日啤酒貴一倍 令人瓦耳的是 朝日啤酒和青島啤酒的英文裡 啤酒、Bear一詞都被錯譯成熊 而特色炒飯Fried Rice則被譯成了特色火飯 曬出這份價目表的《紐約時報》記者是Amy Chin 兩年前與多家美國媒體的記者一同 被中共當局趕出中國 而她上一次在中國大陸報導的內容 是武漢疫情的真相 謝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